这几天是端午廉价粽子开始热卖 北区的梅川西路和进化北路附近 短短150公尺就有好几摊的阿婆肉粽 卖了将近20年 店家口味的也各自都有拥护着 里长说只要是在地人都知道 要买中部古早味粽子一定要来这里 也让人称这里是最道地的肉粽一条街 大锅番煮五花肉香气扑鼻而来 等一下要包进粽叶的还有豆干和各种馅料 北区梅川西路和进化北路交叉路口 短短150公尺就有好几家肉粽摊 想吃传统肉粽来这里就没错 三十几年以前就开始绑这个粽子 然后口味相传 然后因为好吃啊 就是大家就是一报十十报百这样子 然后最主要是老板娘他们的坚持啊 他们就是很传统的妇女啊 然后他们靠这个粽子来补贴家绩 然后做久了 他就算想休息想吃粽子的人也不让他休息 所以你们想要吃那个比较传统 比较好正正好吃的传统的肉粽就要到这里来寻找 里面哦 腿肉香菇筍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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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生意越来越难做 也算是这么讲啊 但是如果持续你一直请不到人 或者是没有办法持续 其实你也只能放弃啊 因为这个 现在人不做这个啊 我们是以前就跟家里人做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就还OK啊 所以你说现在 现在人要做这个不可能了啦 他跟你讲求一个小时多少 第二个小时double 你根本做这个根本就没有办法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这都是很累的啊 没有明显的店面招牌 靠着传统的中部古早味肉粽飘香 开创出一片粽子商机 不过现在第二代已经面临记忆传承的问题 业者也希望有年轻人愿意学习 让传统的古早味延续下去 记者张伟玲 台中采访不倒 记者张伟玲